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针对9月18号地震造成的南区桥梁 金针花产业道路摊坊以及自在水管线回损等重大灾害 向县府提出质询 并且希望县府能够结合中央共同来重建家园 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表示 0918带给玉璃镇相当多的灾难 尤其是玉璃镇刺客山和富里乡的60单身的产业道路摊坊 影响到地方的观光产业 另外玉璃镇六个里的自来水杠管全部破损 影响到资源的生活饮用水 赤客山跟6013两座山那么漂亮 那两座山不只是上面的居民而已 那两座山是我们花莲县的宝山 那个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观光效益 所以我相信中央政府单位跟我们县政府绝对 一定会用更多的心理来恢复山上的一个美景 因为它是举世文明 全世界都知道这么漂亮的花海 所以我们政府机关希望中央到地方 大家一起手前手心连心 把我们花莲县两座宝山 赤客山6013赶快恢复原貌 地震也震出了我们玉璃镇193县六个里 的自来水非常非常的匮乏 然后那个杠管的一个配置也非常少 所以刚刚陈处长有报告很多的细项 那月侠在这里也是要请托我们的相关单位 赶快把我们的自来水 让人民本来就是有权利安居乐业 然后那希望水的供应这是最基本的 民生用水是最基本的 希望政府机关这个地震 真的是震出玉璃镇太多太多的一些问题出现 秀布兰西在玉璃镇热河段有一个哈拉湾阿美族人的 圆耕地的媚思案 因为刚好这个地震也震出这个问题 因为土地流失了水漫也不见了 那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最近也跑到我服务处来跟我陈勤 说希望还地移民 因为早期是原住民的土地 那因为台风豪雨洪水淹没了 所以之后提访在重建之后又出现 所以应该要还地移民 阿美族人本来就有权利去回原来祖先的土地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原民处跟相关的单位来协助 阿美族族人希望能够找回以前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会长範园姐表示 礼球一把地震也震出地方的问题 不管是桥梁全毁 金正花产业大陆摊翻 对地方来说可是雪上加霜 也希望幸福和中央能够合作 共同来重建家园 让下面们能够回到正常生活 记得中文华伯伯老